艺人刘乐妍近年事业重心转往大陆 时常针对两岸局势发表言论 被网友称为女版黄安 舔贡女心 引起台湾人踏伐 而至今刘乐妍在大陆发展多年 但始终雷声大于点小 并没有什么代表作 不过近日她接到大陆狗粮厂商的业配 开心之余不忘力捧大陆制造无敌调炸天 接着炮口对准台湾 怒斥台南狗粮厂商工厂好脏哦 我完全不能接受 更赞叹大陆厂商的狗粮人也可以吃 工作表现始终频频的刘乐妍 昨日在微博上表示 身为爱狗人士的她终于接到狗粮的业配 强调自己最爱用果货 我一直真心地认为中国制造无敌调炸天 从头顶到脚趾 我都喜欢用果货 但唯独就是狗粮没办法 原因就出在台南的一间狗粮厂商身上 刘乐妍说 多年前曾接过一个台南狗粮厂商的尾牙活动 表演完后去参观对方的工厂 我真的非常的惊吓 我被吓到了 我觉得她的工厂好脏哦 我完全不能接受 刘乐妍还说 台南厂商制造的狗粮 最后贴的标签和上面打滴字 全部是日本字 假装是日本货 然后在台湾贩售 让她吓得再也不敢给小狗吃国产的狗粮 刘乐妍也强调 小狗不会说话 身体不舒服 也不会表达 我不能拿我狗的身体来做试验 刘乐妍在高度力捧大路货下 但底下也有网友要她公布台南狗粮厂商 刘乐妍再次怒斥台南那个真的不OK 吓到我了 所以我以前不敢用国货的 更赞叹大狗粮厂商的狗饲料人也可以吃 不料却被网友酸 舔中女星穷到在大陆吃狗粮度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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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